那我們來做一下題目吧 來這就是觀念想法而已 容易是什麼意思啊 容易就是兩個物質放在一起均勻的混合物 然後呢他不一定要是固態液態或者是氣態 所以呢他外觀上可以是固體的 我講合金 外觀上可以是氣體的 我講空氣 外觀上可以液態的叫糖水 所以A跟B都是錯的 那麼容易有水容易跟非水容易 我們國中基本上只教水容易 但是有不容易水的 所以呢選項株是錯的 所以只有C是對的 就是糖水就是糖加水 容易就是溶質加溶劑 形成的均勻的混合物 所以我們答案選C OK 簡單小問題 容易的敘述何者正確 來小女生14號 沒有14號沒有14對不對 沒有14嘛 來可愛小女生2號 2號 幾例 答案 誰對 豬隊 請坐 溶液 真溶液是透明但不見得無色 硫酸酮水溶液就是藍色的 不僅是固體可以溶水 液態氣態可以溶水 不然那個魚怎麼去得到癢啊 然後呢水是很好溶劑 對但是不能夠溶解所有的物質 OK 例題18 帥哥難嗎 帥哥難 帥哥難 容易的敘述何者錯誤 帥哥難3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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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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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融質 飽和的糖水就裝得好 裝滿了 再加糖也不會再溶 所以甜度不會增加 所以呢 錯誤的答案是A OK 這是我們一些簡單小問題 這是靠稱要計算 OK 10公克加水100 然後這個 這個重點在哪裡 這題的重點叫做 我的分母要放的叫做 糖水 糖加水 溶質加上溶劑 現在有鹽巴10公克 糖10公克 水100公克 分母是要糖加水的 所以底下要放多少 底下要放的叫做 10加100 然後分之10 有一些大哥看起來說 這我很會算啊 10100就10% 我就算出來了 不是 這樣算出來是 9% 9.1% 左右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A 這個keyword的重點叫做 分母要放的是糖水 糖加水 不是放水 溶解度的表示法才是水 OK 好 蕭酸甲25克 加水100 一樣 跟剛才相同 keyword的重點叫做 分母要放的是糖水 糖加水 12號 一共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B B 20 百分之二十 來 就是溶質 溶液 糖跟糖水的比 溶液就是溶質加溶劑 就是糖水就是糖加水 然後咧 把它算起來 弄完 糖就是B OK嗎 簡單 然後現在是有溶質 要配成百分之十 反過來問你要加水加多少 跟剛才的計算完全一樣 除了分母的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之外 加都一樣 35 沒有嘛 過禮拜沒有35 那所以男生重抽 男生重抽 34 再抽一次 剛剛才來 現在再來一次 快點快點快點 答案多少 豬 豬看起來很奇怪 C C吧 很好 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未知數不一樣之外 都一樣 重量百分之濃度 溶質容易 溶液就是溶質加溶劑 糖水就是糖加水 所以 剛才未知的地方 剛才的未知的地方是出來的濃度未知 現在未知的地方是 我的水未知 所以呢 我們就變成百分之十 然後呢 糖是十 糖水就是十加不知道 糖加水 然後乘百分之一百 然後算出來就是九十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小問題 很簡單的 了解一下容易的想法跟觀念 以及做一些很簡單的 重量百分濃度的計算 基本上直接套到公司裡去算的 直接套公司算的來做 這就是我們做的簡單小練習 OK